請部長 好,請部長 陳偉你好 保安你好 剛才廖遠跟你講義 其實大家都知道 這個週末的公佈今年的成長力 中組聯九降 中組聯九降 主計數是 估計應該是1.33%沒有錯吧 目前主計數的一個預估是這個樣子 1.33% 今天報紙 這樣現貴 他們正的官員說到這樣很自信 今年保衣已經沒有問題了 說這個口氣 我這樣感覺像 他所謂的保衣像在保石 保石 我覺得這樣很驚慌 其實大家都要很清楚 記得在半年前我在這裡問你的時候 你跟我講說 下半年我們的經濟會慢慢好 是的 但是事實上一直沒有好 我想這一點也清楚 我了解 從4點多一直到現在 保到1.33% 好像好讓大家這樣 把你強迫到這樣 好讓你打破 但是 真的我們都覺得很難過 包括CPI 我毫無任何的實驗 我是覺得 你說如果破了你就要下台 還好1.93% 好門還保住 其實我也跟你說 好加在 部長不要再換 沒有這樣 換一個新的來 不知道憑肉 憑牛的還好嗎 也不知道 但是我的意思只是要告訴你 這應該不是人的問題吧 這應該是團隊的問題吧 這是應該是一個觀念的問題吧 不是換一個部長的問題吧 我是覺得 整個我們的馬政府團隊 從過去的準備好的 633 黃金十年 苦號一直喊 喊到今天 我們看到的是 我們的GDP是1.33% 我是覺得這個實在是 委員報告 很簡單幾句話就好 好 針對目前的 不管是物價 還是 GDP是能力 我可以用八個字形容 經濟部 我們同仁 大家共同的心境 我們是 戰戰兢兢 戒慎恐懼 我只是說 經濟部 這幾年搞經濟 真的是搞得 是越來越慘 我想這樣 大家唯一 都會看到 你有時候在跟我們說 不要看數字 要憑感節 不管是感節跟數字 事實上現在都 都是沒有辦法讓人民 有信任感的 我想 這是很重要的 尤其過去 這樣的時候 國民黨政府跟我們說得很好聽 我們這個國民黨政府 這個最懂得經濟 我們懂外交 我們只這個 什麼 這個 國際官 我們會開放 其實這幾年 其實 我們在這裡 搶來 這樣 重點還是只有你們開放 還是開放給中國 對不對 國際官還是只有中國官 我是覺得整個台灣的一個經濟 事實上 我個人是覺得 非常差 我想這一點 我也要特別 我也要 二要跟委員報告 也是就一點而已就可以 就是說 我們一定要分散市場 去經營全球 這是我們基本的觀點 跟我們做個說明一下 好 我想我們今天只是要在這裡 提醒你 就是說 GDP的保一 不是值得高興的 也不是值得恭喜的 我想 剛剛你自己也自由 自己也要審思 也要反省 是應該要借勝恐懼的 我想要更努力 我在這裡 特別 這點我完全同意 我今天打開辦紙報紙 我看到 你們的這些關聯 我覺得保一 很驕傲的事情 真的我們是覺得非常的遺憾 我特別要在這裡提醒你 不過今天我們 在審查的所謂 營業 保秘密法的一個修正 你知道這個案的一個來容細貌嗎 因為 主要是國內目前發生一些大的案子 對 像友達 像 台積電跟三星的糾紛 像 連星跟林華哥 現在陳昕跟林華哥 目前已經在談合併了 等等 還包括這個康寧被對岸的一些公司 那卻起 所以的確目前有很多的公司呢 發生了這方面的問題 部長我想 在這裡請問你 就是說 像類似 友達的這種 洩密的這個案子 這五年來到底發生多少次了 你有沒有 我們知道的比較大的案 就剛剛跟你報過了 類似這種事情 就友達 到對岸的華星光電 這是一個比較大的案子 像 剛剛提到的 台積電 跟三星之間 它一個高階的 歷史館 到韓國去了 這第二個案子的那邊 第三個剛剛提到的 像一個很大做玻璃基板的 那個 康寧 你知道嗎 你自己的手臂有這種主要嗎 我剛才說的 最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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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說這次 你會 會 要修正營業秘密法的主要 也是因為友達這一件案 但是事實上 在還沒有 友達發生之前 已經發生過很多起這種案件 沒有錯吧 就如同你剛剛講的 如果說 以商機 這樣計算 這個審司 你剛才說百億以上 我個人 百億 我相信是百億 我想也不只百億 就是說 就是說 因為泄密的問題 那我問你 為什麼現在再提出來 為什麼現在 我跟委員報告 當然 他們的密法本來就有 但是只要是 以這個 所謂的華經為主 並沒有行者 所以 沒有行者的話 你就 發責話 你發白金嘛 所以那個得到利益 可能眼高於 我不是律師 我沒有 我沒有 我沒有針對你這個 這個法療內容 來做討論 那我從台灣 我為什麼 我要請問你 你為什麼現在才提出來 所以目前 過濟發生這麼多的事情 審司這麼多 齁的一些 這個錢 那為什麼 我們台灣 怎麼這麼樣的厚租厚捷 現在才提出來 況且現在提出這個 營業秘密法的修正案以後 事實上真正的能夠達到賀子嗎 或者能夠 能夠 能夠神之一華 中間有個有個爭論啊 就是說 過去我們在營業秘密法是以民事為主 那刑事就回到刑事訴訟法 嗯 而且刑事訴訟也有背信的那些 詐欺那些條款在嘛 但那段時間 事件發生要適用刑事好像很困難 所以他又回來是說 去修改營業秘密法 在裡面啊 加重規則 大概是這樣 真的有一段 曲折的過程 沒錯 我覺得齁 我覺得齁 我們台灣的官員齁 相關的這些單位齁 事實上都是好諸好解啦 齁其實我們應該要回顧一下齁 1989年的時代齁 齁 其實那個時候齁 人家在說說台灣跟中國 有時候垂足分工的時候 就是說我們演化在台灣 齁 啊 現在行善在中國 齁 齁 那個時候會想法 到兩千年又不一樣啦 齁 整個生產鏈都是在中國啦 齁 齁 但是我們台灣這裡這麼大而已齁 齁 所以那時候才有說台灣接單 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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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海外生產 齁 齁 齁 沒有錯吧齁 但是2010年開始又不一樣了咧 所以 中國跟台灣的關係是不斷的在改變 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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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聽說 齁 糟 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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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跳 齁 Party 齁 大 都是不一樣啦,不是在垂直說的 也不是說我們在這裡這麼大,他們在生產 他們也是在建立品牌了 現在去手機店 人家不是跟我們台灣的HTC 華為進來了 現在開始他搶在台灣的市場了 對不對 現在開始他們也有他們的一個品牌的觀念了 所以現在中國跟台灣的一個競爭的形態已經形成了 現在我們才開始在修正所謂營業秘密法 你不認為時機太慢了嗎 所以剛才跟委員報告中間有一段時間 大家覺得是用刑事訴訟法大概可以來處理 後來覺得這樣做不夠 才會回到用營業秘密法加重刑者的方式來處理 那麼也把列為最優先法案大概是這樣來的,謝謝 好,所以我只是在這裡提醒啦 我只是在這裡指責啦 事實上我們這個台灣 在這個法令規章的一個制定上的一個腳步 事實上已經慢半拍了 而且我們還認為中國是我們的一個下游 我們的產業要去整合 所以我認為這是我們非常錯誤的一些觀念 我想我今天特別提出來 希望這個部長能夠審視 尤其我還是要再一次的提醒你 事實上我們台灣的GDP現在雖然保一啦 但是我們看到我們的周邊 不管是我們日本啦 還是說韓國啦 甚至於馬來西亞,尤其是東南亞 我想現在他們的這個 這個經濟成長率 都比我們高 尤其像這個馬來西亞到4.8 這個泰國5.4 菲律賓到4.9 印尼到6.1 所以我們台灣現在在暴力 大概都在4到6之間 所以我想這次 這次值得我們這個好好的 來接聲恐懼的 我想 別人當阿嬤以前我們是怎麼在看 人家已經 經濟成長到什麼程度了 我們現在是什麼情形 所以我想特別利用今天再一次的提醒你 謝謝 謝謝委員